歡迎收看有小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今天這個是我們第一章 第二側第一章二元一次方程式的 最後一集那我們來 整理一下前面教過的一些題目還沒有說明的 來看一下這一題前面這裡 它並不是3x-2y等於5 2x-y等於2 並不是這樣 它這裡呢 其實只提供了一個你可以叫它相成 2x-y 那會等於兩倍的 3x-2y 其實只有提供一條方程式而已 因為這個分數它可以約分和擴分所以其實並沒有辦法直接說它就是2它就是5 那這一條方程式呢攤開來10x-5y等於6x-4y 於是一過去一過去4x等於y y等於4x 那我們後來說這個x跟y解不出來 可是它這一題求的是 請問5y分之2x是多少 這個就求得出來 因為y是4x嘛 所以5y其實是 5乘以4x分之2x 所以求得出來 因為x可以約掉 10分之1 這樣的題目 然後我們上一次的有一個作業 裡面有這個花圃的題目我們順便看一下 它蠻簡單的 這個長方形花圃 就是這個空白的地方外面包裹著一圈走道這圈走道的寬 走道寬是1 所以不是這個寬或這個寬 是指這個走道的寬是1 圖上有標 那這樣子的話呢請問席線部分面積 難道這個又是一個解不出來的嗎 其實沒有它解得出來 因為它在這裡告訴你這個是1 這個也是1 這個是3y這個是2x 所以有一條方程式是3y等於2x加2 還有一條方程式是這個2y 他等於怎麼樣 x加7又加2 對不對 所以2y是x加9 換句話說x是2y-9 帶進去 x是2y-9的話3y就會是 兩倍的 2y-9 加2是 4y-18加2-14 y等於14 x就會是 28-9 19 所以x是19y是4 那求這個 走道面積啊 走道面積是多少 你也可以用什麼大的面積減中間面積是走道面積 或者你可以說走道面積是這一條走到多長 3y乘1 對不對因為寬是1 走道面積是3y乘1 有兩條 可以嗎 然後這個 這樣是上下兩條 那因為y44 所以3y是 42 42 寫在紙上 這個 3y乘1有兩條 還有 再來看這邊 這個 寬是2y啦 可是你 這個2y被截掉這兩段了嘛 所以我們可以用x加7來看 x加7的話是 19加7是 26 那你如果要用2y來說的話是2y但是你被撿了兩邊嘛 所以是2y-2 28-2也是26 所以他是 這個x加7也乘以2 那這個42乘2加上26乘2所以是 42加26 68乘2 176 6 68 對好 不是176 136 那就是這一題 上一次留下來的作業 上一次留下來的作業來看一下這個球平均速度 小民用騎車的時速是6公里騎了1小時後來又改用9公里騎了1.5小時請問平均速度 那這個其實還蠻好求的 就是 我們有說嘛你要求這個 時間距離速度來確認一下什麼不知道 那因為他這題裡面 時間 速度都知道時間速度都知道我們可以直接去算距離所以這題根本不算是二元一次的問題 他只是一個 普通的應用問題而已 時速6公里騎了1小時所以他騎了6公里 時速9公里騎了1.5小時所以他騎了9乘1.5 那 13.5 他總共騎了這麼久然後去除他總共騎了 2.5小時 所以是 2.5 分之19.5 25分之195約5是5分之 這個 3 對 39 分之39 這個答案 所以平均時速是5分之39或者換成小數要怎麼換 上下同乘2 上下同乘2所以是 7 8 7.8 這樣子 來看下面這題 小民騎車 6公里騎了100公尺又用時速9公 你騎了200公尺請問平均速度 平均時速的話呢 一樣我們要求速度我們需要 這個 距離除 時間 那你時間一定要抓到手 所以 6公里騎了100公 時速6公里騎了100公里 這樣到底花多久 這個必須先求出來 所以前面這一段 花了6分之100 這麼多小時 後面這一段花了 9分之200 這麼多小時 那平均 平均速度就是他到底總共騎了多遠 總共騎了300 然後 底下 這個 是他總共花了多少時間 總共花了這麼多 9分之200加6分之100 那如果通到18 底下這裡是 18分之這個是乘2這個乘3 所以是 700 所以是18分之700 分之300 那我們前面已經練習過很多次這個18會跑去分 字 所以100100約掉是 7分之3乘18 是 7分之 54 這個是他的平均速度 可以嗎 再來看 另外兩題 小民騎車上學時速6公里 騎了一小時 放學的時候時速9公里 那這樣子來回 到底平均時速多少 這樣子平均時速多少 其實他有一句話沒有講 就是 來回的距離其實是 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距離到底多長 時速6公里騎了一小時 所以其實他到學校的路程 總共就是6公里 所以放學時速是9公里 他到底騎多久 騎了 3分之2小時 對不對 那這樣子他來回的平均時速多少 你知道 總共入場來回兩趟是12 他第一趟花了一小時 第二趟花3分之2 1加3分之2是3分之5 3分之5分之12 所以是 5分之36 那是10分之72 是7.2 所以他平均速度是7.2公里 可以嗎 再看下面這題 小明上山時速6公里下山時速9公里請問平均時速 那這題就更狠了一點 因為他不給這個 他不給到底路程多長 對不對 因為有告訴你騎一小時所以你路長求得到 這題你路長求不到那怎麼辦 這樣子的話呢 一樣 上山的路 上山的路 會等於下山的路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設一個 如果把他設成是 設成是L 長度 L 都設L 如果這樣子他的路長是L的話 那他上山騎多久 他上山騎了6分之L 下山騎了9分之L 他總共騎了這麼久 對不對 時間的部分 是這樣子 那 路程的部分呢 路程的部分他總共騎了兩段 L 來回 所以求平均時速是 2L分之6分之L 加 9分之L 其實這個本來想要在 上學期末的這個 一元一次教 因為他設一個位置數就好 然後我們在 一元一次那個章節後來有介紹到一些題目 他為之數可以約掉 這個就是一種範例 只是說那個時候 時間不夠長 你看我們要 透過剛才這四題 慢慢的讓你們習慣算速度之後再來剪這一題 你就會 比較能夠接受這個方程式 所以這個如果有老師 或者是家長你要安排你的學生學有關這一段 就是 求平均速度的知識 速度或者是速度的應用問題的話像這樣子我們特別安排一個 時間 一體一體一體越來越難 這樣才比較容易理解這個式子怎麼來的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以示底下先算 6分之L加9分之L這邊算出來同時 是 18分之3加2 那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變成 18分之5L分之2L 那L其實可以約掉 因為這個L是在分 分母 這個L可以約掉 所以他就會是 那18會跑去分支 所以5分之36 這個也是7.2 那你就知道 其實剛才這個入場是不需要求出來 因為按照下面這一題來說你的L是會約掉的 可以嗎 只是說我們入場如果求得到整個過程感覺就不會那麼抽象 但是其實入場是多給的 好 最後這裡有兩題 那 來解解看吧 那在同學們 解題的時候 照慣例我們先聊一下 在上個學期末我們介紹了這個 你們有機會會接觸到直銷或多層次傳銷 我跟大家說要怎麼去分別他們到底是 良的或是不良的業者 很重要就是看他是不是主動在他的產品上面 還是他一直在跟你講抽成這件事情 當然不是說抽成就不好 而是說呢 一個 同路商他最後還是要回歸到他產品本身 那在這裡 騎到一個前一陣子很流行的 這個 我想應該就是老鼠會 對 常常 因為我自己常常去麥當勞 白天 我晚上上課嘛 白天沒事的時候常常去麥當勞 看書 看書 寫小說 我會寫小說 那就會常常聽到隔壁的 這個在拉直銷的人 那有就有一些不是這麼正派的 他們前一陣子很流行這個 辦門號 他會跟你說 你來加入我們 那你就等於是老闆 你是想要當員工 還是想要當老闆 他們都很懂話術 那他會去找這種 當畢業或者是高中生在打工 當員工 當員工很辛苦 剛畢業在打工很辛苦 那你一定 就會有很多抱怨的話 就是說 被老闆欺負 他就會跟你說 你是想要當員工 還是想要自己當老闆 他有震撼力 那心裡那個 對方心裡就想說 當老闆 對啊 自己當老闆 你來加入我們公司 每個人都是 自己的老闆 問題是 每個人都是自己的老闆 那你沒有員工 那不管 他說每個人都是自己的老闆 那身為老闆 你就要辦門號 要有自己的電話 聯絡方式 我們這家公司怎麼賺錢的呢 就是 你辦了門號之後呢 那個 他 這種 那個 這個業者還沒有意思的 他都會直接跟你講 你辦了門號之後 他會拿到 來自門號商的回扣 這個其實是合法的 這個部分是合法的 因為 我們在 繳這個 我們不是常在市面上看到有什麼零元手機嗎 或者是 你講買一支iPhone 空機價可能是 比如說 那 如果辦門號只要 一萬塊 左右這樣子 那這個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這些門號業者 他其實有給通路商一個折扣 一個回扣 那這個是作為他行銷的 費用 就是鼓勵通路商幫他們去 推銷這個門號 你想想看你一天 你一個月繳六百塊 的這個門號費 你一年就會繳七千二 七千二 對 那 你辦兩年 你辦兩年就有 一萬四千四 那 這個業者呢 他們通常會把這樣子的門號裡面提拨五千塊出來 當成是這個 給通路商的優惠 讓通路商進行折扣行銷 那通路商就把這個五千塊拿去 抵掉你那個手機錢 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零元門號 為什麼會有這個 你辦了門號之後門號價比較便宜 其實就是從你未來要付的這個月租費付的 那你辦了門號之後通路商會拿到折扣 那我剛講到這一種這個 多層次傳銷的業者 他其實他本身 登記是登記成這個 行銷公司 他在幫忙賣門號 那他賣門號他每賣掉一個他就會收五千塊的 回扣 那他就會跟你說要你辦兩個 他就會賺到一萬 那這樣子 他就會賺到一萬 那這樣子他對你有什麼好處 他說 如果你之後再介紹別人 那他辦了兩個門號 這個一萬塊 他的那一萬塊 你就可以抽到一層 這樣也很好 那 你就不用做任何事情 只要拉人家進來就可以了 我們在上個 上個學期最後講到這個 優質和不優質的這個 多層次傳銷業者 就有提到說 聽起來好像是很好的事啊 可是你想一想 就是人家為什麼要為了你花這一萬 那最後你到底付出的 你想想看喔 你 最後辦了兩支門號 你等於一個月要繳 一千兩百塊 那兩年下來你要繳兩萬多 你付出了兩萬多 結果你每拉一個人只能夠賺回一千塊而已 換句話說你要拉二十幾個人進來 那 學生因為他還沒有社會經驗 他都不知道其實這件事情很難 他可能會覺得很簡單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他可能不知道當他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他的朋友就會開始閃躲他 因為沒有人喜歡被人家這樣子 就是 要你百花錢 因為我可以從中間抽成 那 所以這種業者他都會找這種不懂 比較不懂事的學生 因為他們就不懂事 而且還有一個原因 因為他們的門號不見得是自己繳的 所以 最後吃虧的是家長 我們在這個 上個學期有說 像這樣子的業者他們很多時候 最後等到家長 看到 為什麼你有兩支手機 然後就跑去找他告中 對不對 說要告他 他就把公司一關就跑掉了 最後你還是得繳這個錢 通常 這種關係很難打 因為你找到他 那這個 他就 這種業者 他叫你 辦 辦門號 然後跟你說可以抽成 那我剛才有說他有很多話術 比如說我們剛才說這個 你想要當老闆 還是想要當員工 你有沒有想要 有自己的事業 他都會講的一副就是那種 你要是說不要就很 瞧不起你 你難道這樣子一輩子嗎 你難道就一輩子要當員工嗎 這樣子 他們都很懂得這種話術的技巧 所以 我覺得如果是這個 小朋友的成人朋友 比如說爸媽 跟小朋友可以談得來的爸媽 或者是佳佳老師 其實偶爾要補充這種訊息給小朋友 就是以免他們將來長大的過程中 你知道突然就被震撼到了 就傻傻的就被拉去了 不管是 繳個門號費 還是被拉去當這個下線 直銷下線 因為他們都很懂得怎麼樣去誘惑你 或者他們 我還聽過一個他是說這樣 如果今天讓你有錢的話 給你三個願望 你要是想要什麼 他講得很直接 很誠懇 那通常這句話一問出來 對方就 就是 被他這個遊說的這個人就開始想 對我想要什麼 那又不好意思講 就開但是已經開始想 這個時候他就會問說 跑車 你想要跑車 想不想要BMW 雙B 還是你想要賓士 還是你想要法拉利 如果你有錢的話 你要不要法拉利 他就一直 一直讓你覺得說 你現在已經真的有錢了 那個iPhone要不要 iPhone iPhone其實也沒算什麼 對不對 我覺得如果有錢的話 每次iPhone新出來 我都要換 他就這樣子讓你 一直 一直講 講到讓你開始覺得說自己真的有錢 自己真的有錢 自己如果跟他去做這個不管是傳銷還是直銷的事業 還是說你真的去幫他辦了兩支門號當了老闆 你就會真的有錢 那 這種話你現在聽起來 因為我已經跟你講 講好玩 所以聽起來沒有殺傷力 可是小朋友在這個 突然之間 尤其又被同儕 或者是被 看起來像他大哥哥的人 突然這樣子 一講 就會很 很心動 對 如果我有錢 對啊 那每個人 我相信從小到大都 想要很多東西 但是沒有錢 尤其就是爸媽不給他錢 如果我可以有自己的事業的話 如果我自己賺錢 自己花的話 但是問題回來 我們前面講過的 就是沒有那麼好的事情 別人為什麼要為你付出這好幾萬塊 只為了讓你賺一千塊 因為他也可以拉嗎 沒有啊 因為 我有門號就夠了 我為什麼要去辦兩支門號 那 你付出這個錢之後 你就會發現你拉不到人 拉不到人 之後就 沒有了 那這個 所以建議大家 就是平常要 給小朋友建立這樣子的觀念 那我個人是覺得其實應該要修法 關於這種 因為我剛有說 這種業者他們 有一部分的行為是合法的 因為 這個 手機 門號商 給 賣門號的業者 就通訊行 一個折扣讓他們可以提供 零元手機 或提供這個 便宜的手機 這個是 合法的 因為全台灣都這樣子 那只是說呢 就是 你 是不是對方真的有需要 是不是對方真的理解他的財務狀況 還是你去對一個根本 未兼事事的人 就遊說他沒事辦兩支門號這樣子 那用這種直銷的方式跟他說可以抽成拉下線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是 值得質疑的 回來看我們剛剛這兩支 這題就很簡單囉 他說 x加5是-3y 2x加3是8y 所以你可以加減消去法 好久沒有加減消去法 2x加14 -6y 那 你也可以怎麼樣 移過去代入 或者你可以加減消去 這個 這個減這個好了 因為這個8y比較大 -6y比較小 這個減這個 所以你會得到-7等於14y y等於負的2分之1 x等於 負3y是負2分之 正的2分之3 減5 是負的2分之7 好 看下面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也是有點 意思 有點難度 紅球 26顆 白球18顆 隨意分成 甲乙兩代 如果甲帶的紅球 比白球多3顆 那麼 乙帶的白球 比紅球多幾顆 那這一題呢 其實 我在這裡就直接講了 他也是求不出這個 詳細數字的 我們總共其實會有四個數字 就是在 在甲帶裡面的紅球 和在甲帶裡面的白球有幾顆 在乙帶裡面的紅球 和在乙帶裡面的白球有幾顆 這四個東西其實我們求不出來 紅球 總共26顆 這樣有一條關聯 如果你把這四個叫做A B C D 那你就會得到 我寫小小的 那你就會得到一條 A加C是26 白球18顆 B加D是18 那 如果甲帶的紅球 比白球多3顆 所以 A減B 等於3 對不對 你有四個位之數 只有三條方程式 是解不開的 但是因為他題目 問的東西 也不需要解開 其實這種問題 說實在話 像這種就是解不開 但是題目問的 也不需要解開 這種問題在 國一上 二元一字方程式裡面 沒有那麼常見 但是我特別放進來 就是讓學生知道說呢 會有這樣的情形 而且在後面的章節 國中後面的課程裡面 這種題目就不算太罕見了 也沒有很常見 但是也不算太罕見 但是你要了解到 你在做什麼 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讓學生知道說 我今天求解 代入求職 那我不一定要求到 X跟Y 我也可以代入求職 把 想法理清楚 透過比較複雜的題目 來把想法理清楚 那簡單的題目 可以在學校練習 來看這題 所以其實 這個 這一題呢 我們可以設一個位置數就好了 因為 四條 四個位置數 三個 方程式 最後會 整理到一個關係式上面 所以 等於是 留下一個 一元的位置數 解不開 這樣子 我們假如把這個地方 要不然你就要列 那個 三條連理的 比較麻煩 我們可以這樣子 把這個地方 設X 假如說 假代理的紅球 是X 以代理的紅球 透過 這兩個加起來 是26這一條 把它換成 X表示 所以它是 26-X 假代理的紅球 如果是X 透過 這個減 這個是3 來讓它以X表示 它是X-3 假代理的白球 是X-3 透過這兩個 合起來是18 這個應該是 18- X-3 所以它是 15-X 對嗎 最後他問 以代理的紅球 比白球多多少 所以就是這個 26-X 減掉15-X 那它是 26-X 減15 加X 我把它寫出來好了 就是把這個 負號 怎麼樣 都搬進去 那這樣子 減X加X 就會約掉 所以你就會剩下 26-15 9 所以以代理的紅球 比白球多9顆 那這就是這一題 那以上呢 就是 我們這個 第二 第二測 一年級下學期的 二元一字方程式 加到這裡 希望大家 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我們的 粉絲頁提出來 也可以在 影片底下留言 拜拜